嗯,又拍假的好像很傻居 不如試試那招吧 咦,還在? 不行,來一次 咦,真的來到了日本了 適應當然來日本拍吧 這個節目是ご覧的支持者提供的 お送りしました 別想在東京這些市區 就只有JR很大型的鐵路 其實在這個都電方村線 都有一些好像我們香港的輕鐵的鐵路 我現在就在飛鳥山這個站裡面 就去拍一拍這些小型鐵路 今次就帶著EOS R8來到日本 無論拍片或者拍照 我都完全交給他 因為穿了一個主體變色 Vehicle Scan Mode 無論拍任何的火車或者電車都好 他都可以立刻認到駕駛倉的位置 而且焦點都是鎖得很厲害 就算畫面前面有很多人經過也好 都不用怕相機會錯對 照著在前景裡面的人 現在我就來到方村車庫前的這個站 一落車之後 你走前一點 就會看到他們其中一個車廠 那你就可以在路側 即是近一點 就調過去拍一拍一些列車 但當然不能走進去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營運中的車廠 但可以叫做頂頂地在這裡拍攝 剛才有一些畫面就是我在車廂裡面 隔著這塊玻璃 用一支長鏡來拍攝 因為只會它長和景深淺 所以就可以令到前景的玻璃打散 變成散景 那就可以做到這一類畫面的感覺 還有YR38 在入門機裡面 都已經可以做到4K60P 而且沒有裁切畫面 在FHD的時候可以去到180格 即是可以有6倍的慢動作 片頭的一些慢動作畫面 都是由4K50格來拍攝 我現在就來到三之輪車站這裡 這裡就被譽為是關東八大車站之一 還有這裡是很有日本超和年代的特色 如果大家真的搭這條鐵路的話 這一個站真的一定要來 就是主體變色應駕車這個功能 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主體變色應駕車的功能 但是用了之後又發覺 有時候有些情況 如果在前面有些前景的話 好像這些花一樣 相機真的未必會知道 原來主體是想拍一輛電車的 雖然你可以慢慢自己選擇對焦點都可以 但如果直接相機已經幫你認到列車的話 在很多時候又真的可以省很多功夫 而且對於一些攝影新手來說 整件事就更加方便了他們 就算列車佔的畫面比例這麼小 都可以拍得到 我自己都經常不懂得怎麼對焦 這裡就是大井浮頭海濱公園 這裡很棒的地方 就是因為對面已經是大井徑馬場前站 然後你可以拍一些Pan火車的畫面 因為真是很長的一條打橫的路 有很多機會都可以試到 然後這裡又會有貓貓 也有很多人帶狗來散步 所以單是在這個海濱公園 其實你都可以有很多東西拍的 還有飛機 如果是沒有特定想拍的主體的話 其實都可以在相機設定 Auto的變形功能 有些什麼在畫面裡面出現 相機就會自動幫你檢查 動物的眼部追焦當然也是很重要 其實現在一些入門機 好像E-O-SAL8 都是會有動物眼部的追焦 要拍貓仔或者狗仔 難度比起以前 真的容易了很多 還有E-O-SAL8的連拍速度 可以去到最高的每秒40張 拍這類題材一定會用得著 再加上可以用電子快門 沒有聲音 那就不怕嚇到小動物 有些400mm的鏡頭 要拍一些背景非常壓縮的相片 都是很容易的 還有PAN鏡頭來說 用長焦的鏡頭 也會效果比較好些 還有在市區要拍到飛機的話 都是用長焦的鏡頭 就會比較好些 但是400mm去到白光圈 去到晚上 又是不是真的沒有東西好拍呢 日本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很多人都會踩單車 所以如果晚上的時候 發揮一點點你的PAN鏡的技術 拍一下單車也是挺過癮的 另外一支我覺得挺好用的 就是這支RF的35 1.8 Macro 有1.8光圈 變成我在晚上的時候 想Snap shot一下的話 都可以不用用一個非常高的ISO 到已經拍到相片了 還有日本也有很多的水族管 有某一些環境都是比較低光的 如果有支1.8光圈的鏡頭的話 那就比較容易拍到一些很清晰 還有很淺景深 很夢幻的相片 還有這支鏡頭就有微距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想特別 close-up 去拍一些食物的細節的話 這一支也是很好用 還有一支要說一下的 就是這一支RF的28mm 2.8 論輕巧的話 這一支RF的鏡頭可以說真的沒得輸 純粹想一機一鏡輕便拍一下風景的話 那我就會選這一支了 現在我就來到浴茶之水站 聖橋這個地方 這個位置都是很多喜歡拍攝火車的朋友 會來拍照的地方 因為下面有一條火車路 這裡還有河 上面遠處還有一條火車橋 還有就是近著火車站 如果你真的撞對時機 可以是三條路都有火車 整個畫面是真的很豐富的 這些情況真的是考上你的耐性 不是考上你的相機的對焦性能那麼簡單 這次的旅程主要就是用了EOS R8 再加上RF的28mm 2.8mm 35mm 1.8mm 還有這一支的100-400mm 去旅行當然不想拿這麼重的長鏡 如果真的想簡單拍照的話 這一支100-400mm這麼輕 還有這麼細支 就比較方便一些 另外兩支鏡頭 都是入門級少少 但是就非常細支和輕的 放在袋裡已經完成了 在這個旅程中 我就用了一隻9Lit的Sling Bag 一機兩鏡的話 是可以完全放進去的 如果是要加多一支35mm 我就會把相機連同一支鏡放在身上 另外一支就放在這裡裡面 就可以一機三鏡都很輕鬆 就可以玩完整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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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來日本這個旅程 主要就是用了一部EOS R8 來拍片和拍照 它在入門機裡面 都算是以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已經有齊了很多種 主體變色功能 好像我們剛才也有拍過的火車 飛機 人 以及一些小動物 全部的AF 都是有齊了的 如果是一些入門級的用家 經常都不知道要用什麼 對焦模式才對的話 那就不用煩了 按一按個按鈕 轉回做你想用的主體變色模式 就已經可以對焦了 已經不用煩了 在你自己的旅程途中 不用煩那麼多 對焦對不到的問題的話 這些入門機 就真的可以幫到手了 好 這麼快 四天的旅程就完了 現在就要準備回香港 去一個現實一點的世界情 每天都要2012個百貨 每天都要這樣 也能幫我 準備好了 最後一會 去吧 最後一會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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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 走去 走去